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惊悚恐怖电影《鬼灵》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女主写了一篇报道 可这个报道是关于鬼的,所以就被人威胁 为了女主的人身安全,报社决定,让女主去躲一躲 女主又一次被人跟踪了 无奈之下只好住进了姐姐小丽的公寓 想要继续完成自己的报道 第二天夜里,女主就去了姐姐小丽的家里 为了方便女主认真写作,还专门收拾出了一间屋子的一角 当天晚上,女主又收到一封被人威胁的邮件 上面显示出一串奇怪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女主去换手机号时,突然想到了用昨天这个号码 她感觉,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第一天下午,女主和小丽去逛街的时候,电话一下子响了起来 旁边的侄女小圆接起了电话 可是侄女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恐怖的声音,一下子被吓得尖叫起来 女主连忙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专门带着侄女去看看医生 结果医生说,侄女一切正常 当天夜里,女主在回家的路上再次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可什么都还没有听清,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这个时候抬起头,女主看到了有一个女孩好像在雨中等车 女主不忍心看着女孩就这样被淋着,赶紧让女孩上了车 就快要到家了,女主看见前方有个东西,并且撞了上去 女主赶紧下车去查看,可发现车下并没有人 而且车中的女孩竟然消失了 回到家之后的女主精神恍惚 她正要准备收拾收拾自己湿透了的头发 突然看到水管里竟然流出了头发 女主抬头往镜子里一看 镜子里面竟然浮现出一个恐怖的鬼脸 这一切都让女主非常害怕 到了晚上小丽和丈夫小泽缠绵的时候 突然在床边看到一个身影 更可怕的是那一张阴沉的脸令人印象深刻 丈夫转过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小圆 小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女主 女主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当侄女接到那个电话之后 她就变得越来越奇怪 晚上女主在帮侄女洗澡 侄女就对女主说自己喜欢小泽 女主以为侄女十分依赖爸爸 所以并没有在意 晚上女主在哄侄女睡觉的时候 在镜子里又看到了那张鬼脸 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让女主感觉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随后就开始调查手机号码的来历 结果发现只要是用过这个电话号码的人 无一例外的都死了 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小圆看到小泽送给妈妈的鲜花之后 突然生气发狂 直接就把三个人的合照摔了个粉碎 看到女儿如此极端的行为 小丽害怕了 决定带女儿去看看心理医生 医生分析说 这是对父亲的依赖 所以让他们不要担心 女主开始调查手机用户的真实死因 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晚上回家之后 女主被噩梦惊醒了 转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女鬼正在弹钢琴 这一切都让女主害怕 第二天醒来之后 女主找到了号码的第一任主人 却发现了还在上高中的小米 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 伤心欲绝的母亲就注销了手机号 女主感觉事情不对劲 于是就去学校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 同学小林告诉女主 小米上学的时候 交了一个男朋友 可从来没有谈及过男朋友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两个人断了联系 这件事让小米伤心的要死 后来小林一不小心看了小米的笔记 才发现小米竟然有了身孕 之后小米就失踪了 女主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丽和小泽 可是小泽告诉女主 让女主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可是女主并不想要侄女受到伤害 就决心继续调查 小林告诉女主 学校一直有人在传着 说小米是被人杀害了 冤魂不散 所以回来报仇了 疑惑中的女主就回到了小米的家 在小米的日记本里 看到了小泽一家的合影 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女主回到家后 却接到了姐姐小丽的电话 说侄女现在失踪了 挂断了电话之后 女主听到了门外有敲门声 可她把门打开之后 却发现门口并没有人 回到了屋子里 竟然看到小源在屋子里弹钢琴 得知侄女是被小米附身之后 女主劝小米不要纠缠小源 希望她可以放过这个可怜的女孩 可是小源并没有理会 直接就走上了楼梯 而小丽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赶紧去救自己的女儿 女主和姐姐碰面之后 想要赶紧去救救女儿 可是门却被反锁了 两个人就那么眼睁睁的 看着小源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两个人赶紧把小源送进了医院 这个时候女主想起了小源 从楼梯上落下的那一刻 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寻找 回到房间之后 女主的电脑里面出现了那一串号码 女主害怕的想赶紧拔掉电源 却在墙角看到了头发 最后就看到了小米被封在墙里 女主害怕的赶紧往外跑 却突然看见小泽已经死在了走廊里 这个时候小丽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告诉了女主全部的真相 原来小丽非常喜欢小泽 想要让小米放弃 可小米不愿意 两个人在打斗的过程中 小米不慎摔下了楼梯 小丽就把小米封在了墙里 最后小米竟然睁开了眼睛 把小丽吓晕了 故事也就结束了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